各位 適逢周末 先来和大家讲一个趣闻 这个趣闻就是 原来最多最多强国男人 改的双字名 大家猜不猜是什么 双字名就是 建华 你真的猜不到 什么建华 什么建华 陈建华 李建华 什么建华 根据中国公安部 护政管理研究中心的资料 全中国有85万4千个强国男人 叫做建华 另外 竟然还有36万1千个女人 强国女人 都是叫建华 真是厉害 中华儿女多其志 不爱洪庄爱慕庄 不要叫宋彬彬 叫宋要母 就是文革的时候 真是厉害了 不过说实话 建华这个名字 似乎不太厉害了 好像董建华 董精华 只是懂得建设中华 但不懂得建设香港 你叫董建港 或者董建华 哎呀大哥 国家好 香港好 香港好 国家更好 大哥 大哥 我叫你一声大哥 你好不好 哎呀 董建华呢 病 死下死下 什么都不出来 休假中 去死吧 你害死香港 那么多人 他就快去见矮仔等 你说是不是很大吉利是 这个直情呢 真是 地狼黑仔王 你叫做什么呢 令外露和自然 另一个建华 就是自然 金集的主角 超建华 原本是姓邵的 不过因为简体自化 被人简化了 变成邵 邵是什么意思 邵者 不是生邵 邵虎邵 也是的 都可以叫邵 邵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似 似什么 似什么 似者似也 似也 似也 超建华 似是很懂得见似中华 是吧 但是 你似层层 你不是 怎么办 你害中华 所以现在 零什么监也有得去坐 是吧 十三樓 十三樓 但是其实 不知道怎么算 他已经蹲了五樓 怎么算 先用假期 香港可以扣三分一 如果十三樓 扣三分一 扣四年多 那就是坐八年 比较松 那坐了五年 是不是坐三年 走得先 是不是开玩笑 不是 超建华好 北大学生会会长 六四时候 很懂 比较大体 现在香港的一班 也是 总之 就懂得 立刻转台 搞到 背门 做白手套 超级白手套 突然间就糟糕了 不要说什么 说回这句 那究竟 超级白手套 是什么 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 最多中共问题 专家 都认为 习大大 想在中共二十大 即今年十月 美十一月初 即开的 中共二十大 开之前 去 屠师大会 屠龙保都 阳都立会 武林自尊 保都 屠龙毫令天下 莫禁不从 以天不出 谁予争锋 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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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翠珊 我带来兵火 玩兵火 五重天 好了 杨都立会 于是乎 就将超建华 索性 好像改了名 你不要叫超建华 你叫超把柄 拿来做把柄 就是 用超建华把柄 去凶那班 收心屎 不是 gentlemen 是周身屎 全身都是屎的 党内元老 和现在 握着周那班高层 凶企地 有很多东西 在我的手 你别妨礙我 做第三任总书记 阿智阿周都不应该 你先擦鞋 先擦 说得挺好 你想好 那些歌功还可以的东西 瑤信语汤 那些文武周公 你都说出来 就可以了 否则 你们去买棺材 山地都可以了 没问题的 这个把柄论 是绝对说得通 各位 不过呢 严格来说 只可以算是权斗的导因 不可以叫做终极抵因 就是这样 另外也都有人说 超建华的食伤不好 噗噗噗噗 又吃又凹 很多东西都搞 哎呀 真是做鸡做的 壞个人 江派 团派 什麽派 什麽派客 你都摘 那不行 是不是 哎呀 真是 哎呀 真是 總之你是百分之一千 甚至百分之一万 不懂事務 即是不懂得 學了些聪明老举 到時到後 要埋街吃井水 要懂得 只摘一个恩客 哎呀 余花 只摘陳十二少 大哥 是不是 摘一个恩客 就可以了 哪个都得了 大佬 有什麽的 細頭不同了 是不是 結果 不就被當今聖上禮手 扔了去真飛井那裏 是 超建华 那麽肥 不知道塞不塞到真飛井 超塞 即是那種 如果不行 就斬件上 我問你死了 這個說法 其實很通的 畢竟是七十年代 無忌的時候 民間傳奇 小弟看很多 因為小弟六十後 七十年代 看民間傳奇 一早已經唱通階 一女不能視义夫 一女豈能視义夫 餓死事小 失節自大 何況現在超建華 竟然仁盡可夫 是不是 真的不行 問題是 問題是 很老實,如果大大開到聲音,朝見橫還是一心一意,去服侍皇上,封盤呢,現在用這個說法,所以不通,更何況,大大都要用白手套幫他做一些髒的事情,白手套的作用就是開車門,捧餐,掃銀紙,手套都會髒的, 就要用白手套做這些事情,所以這個說法即使說得通,都不是說得好通的,即是不算通過通渠佬那種通,如果是通,就正式找通渠佬去通渠,現在不通,不算是好通,還有一個說法就是2013年底,朝見華竟然夠膽死,向紐約時報爆料說,他旗下公司曾經 出資,出資,出錢,1500萬人民幣,就收購了習近平的姐姐,齊喬喬,大陸流行的,那些女兒是跟老母姓,兒子跟老爸姓,以示革命家庭這樣,習近平的,因為習近平的老母姓叫齊心, 那時候六八九的拆鞋,就是齊心一二拆香港,是不是? 習近平的姐姐,齊喬喬,和她姐夫,即是她姐姐的老公,叫鄧家貴,不是陷家貴,鄧家貴,或者聽名字已經知道是農民,不用說什麼了, 她收購了習近平姐姐,齊喬喬,和姐夫,鄧家貴,持有的北京秦村大地公司,核下的另一公司的五成股權,爆這些出來, 那後來,紐約時報爆了其他東西出來,怎麼搞呢?這個報道出了街之後,勒興了大大浪,反貪腐的, 在這裡搞什麼,是不是收到柯打,江派叫你做的,團派叫你做的,你搞什麼? 於是落柯打,要動啊,董建華,不是,動啊,趙建華,哎呀,真的, 趙建華收到封之後呢,就醒一下,有人通知他,就立刻穿了草下來香港, 香港還是好像一國兩制那樣,你搞不到,不可以下來執法, 怎麼不可以?我說執你,就執你,銅鑼灣書店,我都是這樣執, 為什麼你一個小小的趙建華,還是我自己有,雖然你加拿大護照, 但是你首先是中國公民,就拘捕你,但是他那時候以為很棒, 我說我下來,接著一直就蹲在這個香港中環酒店四季會那裡,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是不是?留言東的女兒, 女婿都是長,有長房在那裡住的,很多大媽省,香港大媽省都佈了長房在那裡, 不知道搞什麼,那,直到呢,2017年1月27號, 那天一定要記,那天是年三十晚,大家團圓夜呢, 他又被中國特工的強力部門派人下來, 中共特工,就下來航著他,找輪椅推走他,還有幾條女兒, 然後,真厲害,哇,神勇非虎霸王花, 哇,哎呀,何志平的老公,胡惠忠可以拍回來, 哎呀,這樣啊,滴回大陸,是不是? 那,這個說法呢,是說趙建華出事的, 道火箭,都很重要的,但是,都不是終極底欣, 所以真的要講個終極底欣給大家知道, 那各位,這個終極底欣呢,就是, 遊戲規則而改,哎呀, 啊,the game rules is changed, 是的,遊戲規則而改, 即是說,遊戲規則已經改了, 由這個什麼,由寡頭政治, 即是九龍治水,七龍治水, 什麼都好,七小福治水都好, 由寡頭政治, 就改為一人,寡頭統治改為一人獨裁, 遊戲規則就是由寡頭統治, 改了做一人獨裁,大家記住, 啊,而大大之所以要搞一人獨裁呢, 這個必須要跟大家解釋的, 啊,即是,除了個人偏執,個人喜好, 這些心理學問題,啊, 啊,當然呢, 我不是他肚子裡面會吵, 是吧,那,那,沒可能知道是不是, 啊,之後再可以分析, 啊,但是,較為客觀, 較為理性的分析,是政治科學, 理性的角度去切入, 大家可能看到一個比較可信的, 深入的分析, 那,簡單來說, 古往今來呢, 不要說什麼Max Weber那些, 我小提消化了, 古往今來呢, 古今中外呢, 啊, 對, 即是, 對中國來說, 對外國都好, 啊, 那些領導人呢, 要有這個legitimacy, 要有一個合法性, 或者統治合法性呢, 其實來來去, 數來數去呢, 都只有三招, 事大一招, 有些是混合式, 但基本上只有三招, 第一招就是發展經濟, 第二招就是民主普選, 第三招就是封聖造神, 所謂的發展經濟, 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就是矮仔等等小平所說的, 發展就是硬道理, 如果要哲學一些說的, 就是老子說的, 虛其心, 實其福, 弱其志, 弱其志, 弱其骨, 尚史文無知, 無欲, 似乎智者不敢為, 即是呢, 他的心呢, 沒有了東西的, 虛心, 無心, 實其福, 肚子漲漲漲, 啊, 即是呢, 他的意志力就要弱化他, 強其骨呢, 即是他有, 不是說有骨氣, 令他很洗, 很用, 有力, 經常令到人民是, 無知, 亦都要無欲, 即是無知, 大家明白了, 無欲, 即是不會有太多欲求的, 這樣呢, 就令到那些智者不敢為, 什麼智者呢, 即是想搞風搞雨, 那些有老的人, 聰明人呢, 不敢亂來, 打算取代我咯, 不敢搞事咯, 是吧, 簡單來講, 即是漁民政策, 不過呢, 要虛其心, 實其福啊, 是吧, 要, 裝飽個肚子, 帶前提, 就要飽飯, 他吃, 這個可以叫做, 飽飯政治, 這個叫飽飯政治, 問題是, 經濟不可能長期有增長, 現在很厲害, 40年都有經濟增長, 這樣嘛, 但是已經到定了, 很明顯大陸的經濟呢, 經濟增長已經到了, 拐點的用的改法, 已經去回落的點了, 啊, 啊, 而, 飛機裝置要有這麼巧呢, 查實, 大家看看數據呢, 大陸自從2020年底, 即是, 習大大, 炸裝以來, 做草書記以來, 他經濟呢, 已經不斷下行, 不斷向下調, 啊, 啊, 今年還極有可能, 只剩下3%的GDP登場, 這個是賬面, 實際可能得, 似有若無的, 那, 在大陸來講, 很嚴重, 那, 即是足以證明, 此路已經不通, 啊, 此路已經不通, 頂籠子可以, 都還有, 啊, 今年有3%出, 不知有沒有2%, 1%呢, 即是, 九十七除八扣, 啊, 水巴搞得又忘記一節, 又忘記一節, 啊, 小孩子玩何B仔, 不斷越玩越縮, 頂籠子可以頂多兩三年, 哥仔, 就是這樣, 那, 第一招發展經濟下不通, 即飽泛政治下不通, 第二招民主普選, 即可以叫民權政治, 講民權, 以前民主叫民權, 那, 第二招民主普選, 原本有通的, 你看看, 美國也好, 歐洲也好, 很多都通的, 啊, 即是民主普選, 就是你誰拿最多票的, 啊, 即是發展經濟, 誰幫我賺最多錢的, 誰比我更吃得好, 穿得好的呢, 我就給他一個合法性, 這個民主普選就說, 不要緊要, 我投票, 誰拿最多票, 我服你, 你就是, 領導人, 你就是總統, 你就是首相, 你就是什麼什麼, 你就是國家主席, 你就是總書記, 什麼都好, 總書記不行的, 黨, 党都可以普選的, 總之民主普選, 啊, 從而拿了合法性, 就是, 等於我們香港都曾經, 試過, 就說, 哦, 我超級區議員, 我都幾十萬票, 你跟我說什麼, 你拿幾百票, 六百九, 拿六百八十九票, 你跟我說什麼, 你說你有代表性, 你沒事吧, 就是越多票, 你看台灣, 蔡英文人節, 拿歷史新高的票數, 他最有代表性, 大哥, 一千萬人投他, 那怎麼辦, 是不是, 那這個很重要的, 那這個是, 是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這樣, 大家不用爭辯的, 但是, 大大不會實行, 甚至更加不會實行, 你又很簡單, 大大的使命, 紅二代的使命, 就是要保住共產黨, 要保黨, 大概要保國, 要保民的, 你看毛澤東就知道, 餓死幾千萬人, 有什麼要閒, 最重要要保住黨, 保住他自己, 其實最終就是, 所謂保黨的黨是我的, 家天下嘛, 大哥, 是不是, 唉, 而殺人民主普選的話, 中國共產黨的下場, 有板你看的, 是吧, 輕側就好像台灣國民黨那樣, 做在野黨, 夠不夠, 可以拿著裝, 重側呢, 最大可能會出現, 就好像蘇聯瓦解之後的, 俄羅斯共產黨那樣, 俄共那樣, 就是什麼, 一直以來都是做在野黨, 就是在野黨, 在野, 好聽就叫做在野, 不好聽就是這樣先, 沒有人理會你的, 變得可有可無, 沒有什麼存在感, 用大陸的說法, 是吧, 於是乎, 剩下下來的, 即是得分第三招, 第三招就是, 封聖造神, 即是神權政治的大玩, 即是大搞造神運動, 大搞個人崇拜, 即是千方百計這樣, 令老百姓相信, 他是天子, 他是天之子, 他是老天爺的兒子, 所以他的權是上天給他的, 即是我們一般聽習慣的, 軍權神授的, 突然間出生的時候, 天空有一條龍飛下飛下, 飛到老母下面, 為了飛到腳底, 那種呢, 或者, 嘩,厲害, 漢宮祖劉邦, 斬白蛇, 總之有異象, 他出生的時候, 岳飛出生都是大鵬若谷, 非異名失上, 恩以為名, 即是那種, 所以一定有異象, 有勁的異象, 那他根本就是神, 所以遲些大家看到, 習近平出生的時候, 應該是有些事情, 會說回去的, 是吧, 那這是神來的, 總之就是這樣, 台詞就是, 大大應該這樣說, 你相信我, 我習近平根本就是神, 你拜我就可以了, 你拜我就可以了, 你聽完我說就可以了, 沒有問題, 是吧, 這一招呢, 最適合在, 無知無線神仙難變, 就變成神仙出來, 總之經濟不景, 政治失, 政府失靈, 政府失靈, government failure, 和經濟不景的時候, 就大搞大搞就行了, 通常這些經濟不好, 都會有鬼片, 都會有很多人信神, 就是很簡單的, 是吧, 政府又信不過, 唯有信神, 是吧, 誰是神呢, 他自己就是神, 是吧, 就是這樣, 你看回清朝也是這樣, 民不聊生的時候, 經濟不得的時候, 政府又亂來的時候, 就有個太平天國出現, 我給你一個天國, 太平一同樂於河, 樂於河啊, 情形呢, 其實你看回中國也知道, 就好像毛澤東, 在大躍進, 那三年所謂困難時, 餓死了四千五百萬人之後, 沒辦法了, 經濟那麼差, 政府又發覺, 也不是他控制, 劉少奇, 鄧小平控制, 對呀, 那麽於是, 透過那時的防部長, 林彪, 你有沒有呢, 林彪, 大搞, 這個個人崇拜, 大力地做神, 就塑造毛澤東, 好像人間神一樣, 哇, 真是的, 真厲害, 然後我就發動文革, 就是這樣, 現在的情況一模一樣, 當然啦 那時候很厲害 毛澤東是神的意思 他送芒果給農民去拜 毛澤東碰過芒果 都有仙氣 不是開玩笑 吃了百毒不侵 長命千歲 王武叛徒 當然為了令到個人崇拜 這場造神運動 可以勝利完成 就更加需要進一步集權 所謂定於一尊 於是 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越造神越集權 越造神越集權 無限都這樣去 收到啦 你們這麼聰明知道 簡單總結 說回那三招 大大沒有能力再搞 飽凡政治 但又不想搞民權政治 那就有大搞神權政治 很簡單 現在就是大搞神權政治 而超堅 甚至乎包括馬雲 都衰了 他們都是不知道 或者闊老爛利 這個遊戲規則 闊老爛利 這個遊戲規則 其實已經改了 而乃得很禁 乃得很禁 還禁過迫水汗 山奪命禁 是吧 就是這樣 大家收到了 所以超堅華 這件事就是關鍵 是這裡的 好了 順便也預告了 今天這個月尾呢 小弟會有一些 新的獨家環節 就是在Patreon的平台上 不是 下個月初 不是這個月尾 下個月初呢 就會在Patreon的平台上 就是出現的 那就是 希望呢 大家都去Patreon那裏 多多支持小弟 無論是現有的訂戶 續訂也好 或者是新訂戶也好 希望多多支持 那當然啦 Youtube這裏呢 會繼續盡我所能 去跟大家發聲的 總之 好多謝好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六人 去繼續堅持 好多謝好多謝大家 多謝了 拜拜